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我們今天講這個 App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的確已經有看到中文的一些相關報導 可是如果你今天沒有follow到的話 不是你的同溫層的話 你可能就是沒有聽過 那沒有聽過也好 我們直接來看英文怎麼介紹它 你會不會覺得 Instagram 或者就是像 Snapchat 我們可能比較少用 但總之這都是一些自拍上傳 然後就是大家愛我喔 因為我很漂亮喔 這樣子 那你會不會覺得這樣有點厭煩 有點膩呢 所以今天有人就想出了一個 App 是 它算是 不能算是 你可以說是顛倒過來嗎 我也不知道 但總之啊 你不再能夠自拍了 就你要讓朋友來拍你才可以 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 photo app 那它幹嘛呢 它會 ban selfies 所以它禁止自拍 你想要增加自己的曝光度或什麼的 你只有讓人家來拍你 就像是狗仔隊在拍明星一樣 所以它的這個 App 的名字 就乾脆從狗仔隊這個名字變化而來 狗仔隊叫做 PA 這裡開頭 P-A-P-A-R-A-Z-Z-I Paparazzi OK 打出來給你看 Paparazzi 我們叫它狗仔隊 OK 很愛偷拍的啊 就窺視明星生活的啦 Paparazzi 那它就把這個 PA 改成了 P-O Paparazzi 所以 Paparazzi 是這個 App 的名字 那 Pop 它就 因為 Pop 這個字其實它有流行之類的意思 所以我剛剛就沒 copy 到沒關係 我就打給你 OK 那你看它被自動改成了 PA 不對了 我們要的是 P-O 因為這是它新創出來的名字 Paparazzi OK 好 所以裡面有流行的意思 所以 P-O P 有流行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名字取得也蠻巧的 OK 好 所以這邊就說了 這是一個 App 它會 Ban Selfie 它就是進了 Selfie 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 App 正在 Blowing Up Online 所以這個 Blow Up 是爆炸 所以是在網路上爆紅的概念 所以你看到這裡有一個大概的一個用法 所以簡單的說 我後來 當然我下面有些先讀一下下 它說的就是 你的那個 手機的前置相機 就是拿來拍自己的那個前相機 這個 Front Camera 不能 它不接受任何 Front Camera拍出來的東西 它只接受從後面那個 Back Camera拍出來的東西 因此你不能自拍了 對不起 不過我會覺得這個三不轉 路轉 說不定你還可以轉過來 你自己抓一抓 然後你還是可以拍得到也不一定 或者你拿一個鏡子或之類的 不管 來 我們先看下去 所以這個 Paparazzi top the free apps chart on the Apple's US App Store after Debuting on Monday 所以這個當然是已經 5月26號的事情 所以也是幾週以前的事情 但無所謂 我覺得這個是特別說一下 這個是我的那個 下面會留言的朋友 後來也現在變成我的家教學生 Ed 他告訴我的 因為我本來還不曉得這個東西 所以謝謝你 Ed 好 所以這邊說它是在美國的 App Store 第一名 OK 然後就有 Venture Capitalists have been buzzing about the App that could challenge Instagram and Snapchat 所以 Venture Capitalists 這個字值得說一下下 就是創投公司 OK 創投公司 Venture這個字 你覺得它會不會長得有點像 Adventure 有吧 Adventure是冒險 所以 Venture Capital Capital 是本金資金 所以 Venture Capital就是 賭你會成功 所以我跟你 你現在有技術但沒錢是吧 來 我幫你出錢 可是我要你51%的股份之類的 或者49 我不曉得它的操作模式 一般來說是怎麼樣 我會覺得他們會想要控制權 你知道嗎 但不管 所以 Venture Capital就是這種 而且 而且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概念是 有一個概念叫 Angel Investor 天使的這個 天使投顧嗎 天使投資者 可能就是比較不求回報的 就是給你錢 然後可能不要你股份還是什麼的 這裡面運作我不太清楚 我只是知道這樣的名詞而已 有興趣的自己或許可以找一下 所以這裡有Venture Capitalist 所以創投公司們 都have been buzzing about the app 所以他們這個buzz 就蜜蜂發出的聲音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大家都鬧哄哄的在討論這個app have been buzzing about the app 那他認為這個app 可能可以挑戰Instagram 也可以挑戰Snapchat 肯定嗎 OK 所以現在就說了 下面就跟你說了 到底怎麼work So here's how the new platform 所以這個新平台 到底怎麼work the banned selfies and filters works 所以他會banned selfies 也會banned filter 所以啊 你就不再能夠把自己弄美美的了 你的朋友要幫你拍 也沒有辦法弄美美的 總之就是你現在長怎樣 就長怎樣就是 所以我們難道要回歸到 我們原本的樣貌了嗎 我們沒有美顏相機可以修自己的嗎 可能會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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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只能靠近一點 好 anyway 所以 A photo sharing app that banned selfies launched on Monday generating buzz online and quickly top in the free download chart on the US app store 講的就是 分享照片的這個app 然後這個禮拜一 launch了 然後他就裝造出了很多的buzz 我剛剛講的 然後大家就對他很多討論 然後呢很快就top了這個 免費download的這個排行榜 所以top這個動詞 就可以當作是爬到頂端的概念 所以paparazzi operates a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所以他運作的方式就是一個社交媒體的平台 that mimics a paparazzi shoot 所以這個mimic的意思就是去模仿 這個字也稍微打一下給你看 所以他operate的方式就是他模仿狗仔隊的拍攝 It only allows users to take photos of other people 他只允許你照別人的照片 我不太知道如果你用後相機拍自己 他知不知道是別人的 或許他有那個facial recognition 會知道說 啊這是你的照片喔 對不起不能po 你只可以po別人的 I don't know It doesn't allow filters 所以他不允許這些濾鏡 美顏濾鏡 也不允許follower count 真的嗎 齁 所以不准有上面有被多少人追蹤 撥修出來或許是 caption這個值得看一下 就圖縮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拍個照或之類 下面有一大堆圖縮有沒有 所以caption這個直接講一下 photo caption 或者photo taken by a phone's front facing camera yeah there you go 所以你的電話上的這個front facing camera 就是前置相機 ok 所以前置相機所拍出來的 他不接受 cool 所以換句話說 in other words paparazzi is all about hyping up your friends 所以他的重點就是 把你的朋友炒作起來 不是炒你自己 因為我們現在 目前習慣的一種運作方式都是 大家都是自己在永遠炒自己 喔我好棒我今天去哪裡旅行 喔我好棒我今天吃一個什麼東西 你看我在做什麼動作 這是英文的一個片語就是 pat yourself on the back 就你知道你如果看到一個同事表現不錯 你拍拍他的背 欸幹得好喔 那你今天拍的不是同事 而是你自己的 所以才幹得好喔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英文的一個片語 我們常常說 pat ourselves on the back 這個動作的概念就是 自己恭賀自己 自己鼓勵自己說 嗯你做的真不錯 yeah ok 好所以 所以我們要hypop你的朋友 而不是在你promote你自己了這樣子 so as the company advertises 所以下面這邊說了 呃 所以這邊有個概念 所以他們說啊 就有一個人說啊 ok yeah 有一個人他把這一個平台稱為 the perfect app for hot vax summer 所以這是最近 呃大概在這一兩個月 有在講的一個概念就是 hot vax summer 什麼東西呢 這個vax啊 就是那個 vaccine vaccination 就大家都接種完了那個疫苗了 所以現在夏天就可以 終於出來瘋狂了 所以 他們有去整理一下說 欸有一些app 可能在今年的暑假 就會整個在爆起來 因為很多人就 被關了很久 急著要出來社交啊 急著想交新朋友 所以他們預測像 tinder啦 或之類的app 可能現在就整個夏天 會整個火紅起來 那都是 OK 所以都是靠著 大家有經過了這個 vaccination 的這個洗禮之後 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全的出來了 這樣子 好 所以其他的venture capitalist compare the app's debut to the launch of popular apps like clubhouse snapchat and even facebook 所以其他的一些這個創投公司 把這個app的debut 再講一次 debut這個字 是出登場 ok debut 所以他把這個app的debut呢 比作為其他的幾個app的這個launch 所以反正就是跟他們能夠比肩啦 所以其他的app 像clubhouse 我最近有在clubhouse 再promote一下下 所以如果你禮拜六 禮拜天 我現在時間有時候不一定 你如果想說 練一下英文口說的話 對不起 我非常抱歉 我來把我這個 通知關掉一下 對不起 好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週末的時候 可能會在clubhouse上面開一個 那個練英文口說的一個chat room 所以歡迎來上面 然後盡量講英文 如果覺得有困難還是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說中文 可是如果說你願意試著練英文的話 那會是另外一個平台 然後 我們可以一起互動一下下 那我有相當多的這個下面 喜歡我的朋友們 我不想叫大家粉絲 因為我覺得粉絲這個名詞 實在是 把自己擺太高了 我覺得我覺得我們大家就交個朋友 ok我沒有覺得我比大家厲害多少 只是我比較無聊 我會願意生這些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那如果說你 從我的影片中得到一些英文的進步 那就是我最高興的事情 所以本著同樣的這個 的這個想法 我就會覺得 既然讓大家的英文進步 是我高興的事的話 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來做這件事情呢 那發現clubhouse應該也是可以的 所以可能一週就一次 然後我們或許 上次我 上個禮拜我開了 結果不小心就聊了兩個多小時 所以也不錯 那 所以這個方式是 如果說你是我在 這個 精英有付費來上課的學生的話 那 當然還是很好 我還是希望你來 上我這個托福亞 托福的課 或許我們有托福的課 或者等到 我們疫情結束再回到補習班上課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來 上我的繪畫課 那那個是面對面的 可能感覺又不太一樣 可是 如果你想要額外再多一些繪畫的機會的話 那你可以上我的clubhouse來 還不用付錢 還不錯 好 所以 總之他們把這個app 比做了clubhouse啦 snapchat啦 或者甚至facebook 所以他在 所以後面又再說一下 他到底怎麼work 我覺得剛剛已經idea不錯了 那或許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他細一下繼續細講怎麼說呢 所以 a user's paparazzi profile is divided between the photos they take of their friends and the ones that are taken of them oh cool 所以你在上面的profile 你的檔案 就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部分 所以 divided between between什麼呢 你照你朋友的照片 the photos they take of your friends so the photos you take of your friends 以及 the ones that they are taken of them 所以就是 他們自己被照的照片 所以你照朋友的照片分成一欄 然後人家照你的照片分成另外一欄 so the profile also shows which users most frequently catch them on camera 所以 你的profile也會秀出 哪一些使用者最常拍你的概念 這樣子 我就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 這個之後會造成什麼樣的社會互動 你知道嗎 說不定就有人在街上在海灘跟人家說 欸你要不要來拍我一下 然後放上你的這個paparazzi啊 那 有沒有什麼好處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就會說 我也拍你好不好 所以 或許這個可以增加人跟人真實的互動 因為你知道 以前我們看到人家在拍selfie 你甚至可能看到人在餐桌 就在餐廳自己吃 然後自己拍 然後自己弄完 然後就走人了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跟任何人有互動 他的互動就是在線上 跟他的followers有互動而已 或許是 就點讚留言什麼的 可是像這個app 說不定他會造成的就是 你或許會走到一個人桌旁邊去 因為我覺得你好漂亮 我來放你放上我的paparazzi 那你也不可以return一個favor呢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 I don't know I'm predicting OK I'm making you know feasible possible predictions I don't know Alright 好所以再看一下去 So on the app users simply take a quick photo and then tag their friends 所以在app上 你就照個像 然後就標你的朋友們 這樣就好了 the photos are designed to be candid and the app doesn't allow for cropping adding captions filters or edits cool 很多字可以學 所以這個photo 就設計要來是 成為一個candid的狀態 這個candid的意思就是 最真誠的 ok 真誠的 所以你如果說 你是一個很candid的人 就是你是一個 很誠懇的人 很真誠的人 很真摯的人 所以有時候拍照 其實我們會有一種 很賤的方式 就是你在一個人後面說 Hello 然後他轉過來 然後還沒有準備好 你就啪照下去 以前有人會這樣弄人 那現在 比較沒有人會這樣子弄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幹這樣好醜喔 來來來刪掉 我重招一張 重招一張 我重擺個pose 跟你再拍一次 所以我覺得candid的照片 今時今時真的 越來越少了 可是以前還有那種 就是膠捲底片的camera的時候 我們常會這樣鬧人 所以你可能在背後 對著一個老太太 然後老太太在忙事情 你就在背後叫一聲 Hi mom 然後 怎麼會有兒子在這邊 所以他可能就會嚇到 然後整頭一看 然後你就照下去 你就照到他這個 驚慌失措的臉 然後你說 欸給我刪掉 來不及了 以前那個膠捲 是沒有辦法刪除的 這一張拍下去 就是用一張底片 你知道嗎 所以以前拍這種candid photo 就蠻好玩的 然後那個人就只能說 oh shit 就被你拍了一張醜照了 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不像現在可以刪掉 好所以他這邊說的就是 這個照片設計起來就是要candid 所以就是一個很真實的狀態 然後這個app呢 不允許你來crop crop就是裁切 裁切 像男生穿 女生穿那種氣氛褲或之類的 他就叫做cropped pants ok 好所以crop這個字也給你看一下 你可能講crop 不是那個農作物農貨物嗎 沒有錯同一個字 但crop也是有裁切的意思 ok 所以他不會允許你裁切 也不會允許你加那個caption 剛剛看過的就是加一些圖縮 那filter更不要說剛剛看過就是濾鏡 以及就是編輯 所以都不可以 所以 Tagged photos do not appear on a user's account unless the accounts are following each other 所以酷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情境可能是 我要follow你你要follow我 我現在幫你拍一張 你現在幫我拍一張 所以可能就交成朋友了對不對 好所以tagged photos 就不會出現在你的account上 除非這個account是彼此有在follow的 ok though the app automatically follows everyone in an individual's phone book when it is downloaded 所以這個app會自動follow每一個你電話裡面的那個 就電話部裡面的所有人 他似乎會自動讓你follow所有人 在你下載的時候 這一點讓人覺得有點不太自由 不過在OL 好所以每一個profile也會得到一個pop score 所以這個pop他 他用一個新名詞來去 設定一下一個人的社交活躍度 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們很習慣的都是like 或者給愛心 那他現在多了一個叫做pop 所以會track how many photos you take ok 所以會track你照多少像 就pop score這樣子 Overall Unlike most social media apps like Instagram and Snapchat that focus on adding more filters and elements Paparazzi is all about restricting features and simplifying the platform 我覺得聽起來不錯 所以不像很大部分的social media的app 好像Instagram跟Stabchat一樣 那他們呢就是focus on 加更多的filter 以及加更多的其他元素 and elements 所以不像他們一樣 Paparazzi is all about restricting features 他的就是限制很多的feature 一些特效或者一些特徵 或者特點 然後呢把這個平台變得非常的簡單 simplifying 把它變簡單了 這idea其實是我覺得蠻有趣蠻新的 所以其實我都會覺得這種app出來的時候 很多很多的程式設計師都會在那邊剁腳 你知道嗎 為什麼剁腳 他們都會想啊這個我也寫得出來啊 我只是沒有這個idea而已 too bad ok 你就沒人家聰明 沒人家的有這麼 有這種insight ok 好所以這篇講到這裡大概也夠了 字還 我覺得這裡面的字我覺得都不錯 都算是 在人生中 或者是一些創投業啊或科技或什麼之類 甚至不一定是 總之就是很常看到一些生活字啊 我必須要說 好所以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那我們大家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你可以參加我的Clubhouse 跟我一起聊聊天 那我是Paul 好我們下次見